教育部坚持告学生引发舆论反弹 包括法律界、学界等都纷纷呼吁教育部撤告 继台大副校长陈良吉批评教育部一错再错之后 今天也有台文史专家陈芳明教授对吴思华喊话 不过克刚争议也成为2016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 所以要请蔡主席针对这个问题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你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 教育部撞告反克刚学生引起舆论反弹 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主却紧抓克刚议题操作 无问民进党甚至打算逼出对手蔡英文的两岸主张 你心里想的跟你所做的是不是完全一样 这是不可以混淆的不可以模糊的 蔡英文26日在高雄与学生对谈则反批教育部 强推被法院宣告违法的克刚 把政令宣导当沟通 与抗议又跑回来搞抗议者 但不管是教育部长吴思华在总统府院会 报告12年国教或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 都必谈学生招待被告等事 外界要求教育部要撤高你怎么看 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不谈 教育部把公开克刚委员个人发言喊投票上升到冲击行政运作 克刚制定专业性不足程序黑箱疑虑未解 台湾史学界大佬陈芳明也在脸书批评克刚 适应考试制度设计的陋习 还对同事政大同僚的教育部长喊话能拯救吴思华的人只有他自己 相对行政部门态度强硬 当初每告太阳花学运学生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态度相对温和 课刚问题如何解政府放任争议一年多 如今却搞到教育部学生对簿公堂 眼看八月新克刚上路期限就要到 执意强推未来恐怕会掀起社会更大纷争 新唐一台电视陈谣张轩台湾台币怎么到